中秋野虛 很開心今年有很多人陸續加入 我們一起在民間刑罰推示的一些活動 其實香港人是越來越缺乏一些小貪多 因為領展的霸權 因為政府的很多管理主義 令到我們民間失去了很多活力 都是由大型的連鎖集團 又或者領展這些大霸權 在賣一些非常高昂的物價高的東西 因為租金非常高昂 所以我們也只能購買一些由五所集團 或者大牌子去供應的貨物 其實我們民間小市民要用的 不是每次都是這些名牌的商品 反而是一些自己製造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廉價的東西 是符合民情的 但很可惜在政府嚴厲打壓小販 以及提升租金 這些領子令到我們的租金提升下 其實我們民間失去了很多選擇 小販的虛市也不一定是影響衛生和秩序的 只要政府能夠好好地去做規管去承擔 其實我們市民之間是有很多不同的消費鏈 其實都可以接受得到 所以我們民間一直都是在爭取 我們要去重罰流動小販牌 用虛市的形式 令到我們民間多些不同的商品可以販賣 亦都是維持適當的秩序 很可惜政府一直都沒有去做好這件事 只是答應了 高永民早幾年已經開始陸續去說 一定是會放寬小販的政策 但來到現在都指紋樓梯響 不見有人來 所以我們民間這幾年 由建光區即是民協和關中聯舉辦的 亦都是從建光區到很多小販的關注組 到我辦的桂林日市 到現在就是各個組織去聯手去合辦的中秋夜區 都是希望和市民去指出 去和大家示範 其實虛市可以很有活力 好有人情味 亦都可以是很有秩序 希望大家去享受今晚的歡樂氣氛 未來我們就要全力去推動虛市政策的落實 高永民已經答應我若見 很多是和虛市政策有關的民間組織 一起幾方面坐下來 去談一下如何去盡快落實虛市政策 希望各位市民和我們一起同心協力 去爭取我們基層小販的謀生權 和我們社區上面是需要有虛市的這個權利 令到我們每個人不只是打工和回家 而是在公共空間裏面 可以尋找我們的社區生活 去和鄰居建立我們有溫情的關係 希望大家享受今晚的日子 既有食物 亦都是有很多乾貨在賣 亦都是有一些活動的 陸陸續續希望多些攤板開 大家能夠享受今晚的日子 那我不說那麼多了 都希望大家支持的 我呢就不會煮食 所以我唯有送出我的政綱一本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拿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好好享受 中秋節快樂